马来西亚享有美食天堂的美誉 但是却有可能是一个食物的废墟 是的 每天被扔掉的食物有好几千公吨 不只带来食物浪费的严重问题 当地也出现垃圾掩埋空间不足的情况 马来西亚人在18天内浪费的食物 可堆满吉隆坡的双峰塔 每天被丢弃的3000公吨食物 也足以让200万人饱餐一顿 观察家认为 食物浪费问题可能同当地的饮食文化有关 食品援助基金会会从酒店或超市收集过剩的食品 然后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不过还是有大量的食物费浪费 垃圾掩埋场空间不足 为了解决问题 马来西亚政府同联合国合作发起计划 提高国人对食物浪费的意识 一些州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条例 了解决定 yn到每一年代顶不足 准备 equal 那这样子